唐大厨教你一道什么呢 自然模糊 一定买这种比较干的 一挤没有水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瓶菇 我们给它撕成条就可以了 蘑菇已经撕成条了 然后我们加入少许的盐 然后我们给它稍微的拌一拌 这样之后 我们放进来一个鸡蛋 然后也是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两勺淀粉 我们继续给它拌匀 好了锅呢我们烧着之后呢 我们倒入适量的油 上锅里还给它煎熟 大家看到这一面已经就是很软了 然后这个蘑菇的这种香味 已经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翻一下勺 这面呢大家看 已经有点金黄色了 这面就已经成熟了 那么把另一面呢 我们也煎成这种颜色 然后呢我们用筷子打散 让它们受热均匀 把所有的蘑菇都煎熟 你看我们这个蘑菇呢 都已经煎熟了 所以我们把它倒出来 这一步呢 我们还是把锅里放入适量的油 放入自然粒 把它炒香 爆出香味之后呢 我们放入蒜蓉 这样之后呢 这香气啊就出来了 烧烤料放进来 继续给它炒香 用这余温就可以了 炒香之后呢 放入刚才这个煎熟的蘑菇 来给它翻炒均匀 然后放入少许的盐 出锅之前呢 我们放入切好的香菜段 关火 自然模 咱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的 请给唐大厨点个赞 当然继续希望您们留言 我们下一个 诺者 明镜需要您的 诺者